这辆公交车失控了 眼看就要撞到路旁的行人 此时一个女孩冲了出来 单手抓住了拖车工 只见她气沉丹田 路面被划出了两道深深的印记 双手用力 倒头后仰 180吨重的公交车直接杀停 看到路旁的母子黯然无恙 女孩深藏公语名 只在车尾留下的深深的掌印 她躲进角落 偷下小白鞋 仅仅是磨落了鞋底 这要是换成我 估计都磨到大胯了 女孩名叫何大力 是一名无业游民 她的祖上是葫芦娃大娃的后人 因此她也继承了优良基因 大力的奶奶名叫刚手 由于贪财好赌 乱用外力 最终超能力消失 还收到了诅咒 环境十分凄凉 大力的母亲叫苏大强 曾是家喻户晓的举重运动员 为H国获得了无数金牌 可她把金牌换成了钞票 成日挥霍无度 还仗着力气收取小学生保护费 最终导致力量消失 也正因如此 她被大力的父亲何某趁去而入 就这样苏大强带下一对龙凤胎 姐姐就是何大力 刚出生就一拳打约了产歌大夫 弟弟名叫何二奎 由于大力基因传女不传男 所以二奎并没有继承母亲的洪荒之力 一直以来何大力都生活得相当憋屈 她明白 如果乱用怪力 自己就会受到诅咒 不但力量会消失 脸上还会起青春痘 无所事事的她 整日泡在网吧打游戏 她的梦想就是成为游戏开发师 三十公里外 一个睡觉都不屑装的帅哥 正在做梦 突然一通电话将她惊醒 对方问候了她的八倍祖宗 并威胁她删掉刚开发的游戏 否则就把她扔进汗江卫瞎 小帅并未理会 可第二天 她就遭到了黑衣人的跟踪 应对歹徒最好的方法 就是正面对抗 小帅想都没想 直接冲向黑衣人 黑衣人连滚带爬 最终躲进了女厕所 逃过了追捕 气愤的小帅赶忙打电话给助理 他知道 时保护他的安全 他本想找个恋相扑的老爷们 可当他遇到何大力的时候 想法瞬间就改变了 女孩被陌生人扇了一发掌 他深吸一口气 伸出手掌 直接拍飞了对方的四颗牙齿 原来三分钟前 幼儿园的校车 驶入一段必经之路 可一辆卡车却拦在了路的中间 司机赶忙下车了解情况 此时一个大汉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出来 他不讲道理 摔了老人的手机 对着司机就是拳打脚踢 这一切都被路过的女孩看在眼里 女孩更要报警 不想自己的手机也被抢了过来 扔在地上 连话费都摔出来了 女孩捡起手机 让男人赔偿 男人一脸嚣张 一巴掌打在了女孩脸上 他不知道 自己就要遭殃了 女孩忍无可忍 一个大耳瓜子扇飞了男人 把车里的小孩都吓哭了 紧接着 对方的援兵越来越多 女孩亮出大力金刚掌 一掌一个 不知情的胖子刚欺负完老头 自信心爆棚 伸手就要揍人 可被女孩接触打来的巴掌 咔嚓折断 女孩很愧疚 将男人的手指一根一根掰了回来 疼得对方挖着乱叫 另一个打手 操起一根棒子就要动武 女孩抓住扣腰带 直接给他来了个你撒不上天 随后胖子也被他一招拱飞 砸在同伙身上 此时 自不量力的打手还在往上冲 都被何大力掀翻在地 过了一个小时 上天的小伙伴终于落了下来 砸进了水池里 一场闹剧也就此收工 远处路过的小帅盯着眼前的一切 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三小时后 打架的几个人都被登到了警局 案件的负责人名叫果冻 是何大力的暗恋男神 此时 人证物质俱在 何大力被指控暴力伤害 暗藏大规模杀伤进武器 一人围殴 若是群体等17项罪名 关键时刻 目击证人小帅出现了 他说是这些男人自己打了起来 还污蔑路过的小姑娘 经过调查 受伤的男人都是有案底的 显然小帅的解释更符合常理 局长催促果冻赶快结案 七个老爷们被二十出走的小姑娘打成残废 这怎么也说不通吧 何大力就这样被无罪释放 得开钱 果冻还在责备他 赶紧找个厂上班吧 别整天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小帅为大力解了围 但大力的眼神里并没有任何感谢 财阀富二代一般都犯这个毛病 谁越是不惯着他 他便越喜欢和谁在一起 何大力就这样进入了小帅深深的脑海里 医院中七个患者都成了残废 主治医师却一脸兴奋 这些骨质痕迹他前所未见 发表成论文肯定能大火 人群中只有一个少年面露沉重之色 他知道这一切肯定是大力做的 因为他就是大力的弟弟 何二魁 你对 我对 你对